大家好 我是Main 还记得上次我跟大家推荐的书吗 这是这本 从负债2000万到欣赏事成每一天 这是我第一本推荐的书 因为我觉得它是 作者用它的亲身激励而且非常简单的说出了吸引力法则的东西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咪咪 然后也有看过吸引力法则 但是我们真的投射出去给宇宙的是什么 你真的有了解吗 就像我上次讲的 如果你真的一直跟宇宙说我想要2000万 宇宙给你了 你敢接收吗 还是你一直跟宇宙下的订单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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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我好怕喔 钱刚刚好就好了 真的给我到2000万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然后呢最近呢 这本书它的第二本 类似工具书的书 发行了 然后我知道之后就赶快下订 今天热腾腾的书 重独册 我收到了就是这一本 我念一下里面后面说的一个重点 他说如果你不想成为被全世界踩在脚下的 抖M人 你可打开这本书 接受抖S宇宙先生的指示 你翻开的那一页 就是你当下应有的思维 该采取的行动 照着做每天改变一点 增并 增幅你的实力和好运 或你想要的人生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有趣 因为它是 它就像这本书我刚刚念的 它就是你可以 打开然后看看 你可以随机 你也可以从头看到尾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随机 是因为就是也很像抽牌卡一样 我们抽牌卡就是 我今天可能随手一抽 那就抽出来的这一张 可能就是我的宇宙 或是宇宙给我的提醒 你也可以说是我的Omedo 我的菩萨 我的天使都可以 对 然后所以它这一本 它就有写说 它是每天一句爱的鞭策 强韵的征服 人生从此开挂 就是它你每天 可能会抽到的是不一样的嘛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抽抽看 我们来随意翻开一页 看看 我们的宇宙先生 现在要告诉我什么 好喔 这里写 我就写它 看是第76 找出做不到背后隐藏的恐惧 她说 就算害怕 也给我去做 有心想做的事 不知为何总会擦身而过 当你发现自己正朝着 无法实现心愿的方向前进时 代表你心中 我还有恐惧 勇敢面对吧 嗯 她旁边还有提到的是 我要结婚 当你下定决心也付出行动 却总是被对方甩掉 或持续被劈腿 已经决心要找到新工作 也投履历了 却一直不被录取 这代表你的心底存在着 心愿一旦实现 会很伤脑筋 实现了会很可怕的理由 这些全都是恐惧 当你心怀恐惧 即使做了任何决定 只要宇宙的通道是阻塞的 就无法坚持你的梦想 而总是一再落空 我觉得这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啊 如果你真的跟宇宙下订单 说要两千万 那宇宙给你两千万 你可能中了头了 我才收到那时候想 怎么办有两千万 有的人是可能急于甩掉 就觉得怎么办 太可怕 我真的中了两千万 会不会要付出什么代价或什么的 这个就是恐惧你知道 就是恐惧在说话 背后的恐惧 可能是从小大到 社会啊 或是父母亲给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都是可以去探讨的 所以他这边就有提醒 为什么心愿无法实现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实现了 可能会很可怕 所以他有提醒说 这时候你要彻底的与自己对话 问问自己 结婚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找到工作后会变得怎么样 变幸福 变幸福 有什么好可怕的 但是重要的是 即使害怕也要迈出那一步 所以所以他这边就有提醒到 就算害怕也给我去做 是啊 当你发现自己正朝着无法实现 心愿的方向前进时 代表你心中怀有恐惧 他就只能正面领寂 勇敢面对 所以面对之前的梦想 我们真的只有 迈开脚步 往前跨出去 才有机会到达目的地 如果我想要去台北的话 我又想得到的了吗 不行吧 要怎么做 当然就是 起身出发 可以开车 可以搭车 甚至可以坐飞机 甚至骑脚踏车或走路 都是方法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够先 把脚抬起来 跨出去 要 挑战自己 害怕自己的恐惧 面对自己的恐惧 然后脚跨出去 行动 才有办法 也才有机会 能够到达台北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里 然后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从负债2000万到心意想出神每一天 这本书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我预计未来 可能会有读书会的形式 或是线上的方式来跟大家 就是一字一字来说这本书 大家可以继续收看 然后真的是很非常的推荐 这两本书都可以带 因为这本就是 类似就是一个现在当下的指引 宇宙给你的提醒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个嘛 很多个 我记得他写87 欸90几个 哇,他有100个 他有100个 小提醒 所以呢 就是翻到哪一个 就是你 或许就是现在给你最佳的指引 所以两本 大家都可以去看喔 然后也记得 也欢迎你 邀请你 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篇文章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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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